說回這宗案件 當然這個星期大家都很關注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很擔心 當日我自己沒有去開庭 當然和一些很緊密的戰友 有去到在場給三使 甚至其他佔助 因為這件事他們現在叫雨傘人 比如趙家樽、陳淑莊等等 還有一班學生 中耀華、張秀賢 張秀賢、Tommy 李永達也是民主黨 去到支持他們 據我們佔中以前的義工朋友所說 其實是很混亂和很吵 這次你是消息人士 我是消息人士 我就是來自消息人士 在未上庭之前 就是這些小丑之流 傅鎮忠那些又是扯了标語 各樣不同的橫額 去到討論 今天說到沒有話說 就是討論你 當然進入法庭之前 可能三指一一都有和在場支持者 互相問號 大家表示支持 一些慰問 但同一時間 背後就是這些小丑 都會有維穩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他們 在背後 慢慢在這裡 學得好處 又歡呼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香港開始變成這樣 法庭外面 好像是街市 可能我對街市 還會多一份尊重 因為大家真的 那個是買東西的地方 市場在那裡 是一種買賣的雜族 是一個方式 你在法庭外面 這樣吵 有沒有規矩可言 如果我們今天說 我們的題目是規矩 說法庭和法庭 當然有沒有 那個還不是法庭的範圍 也不會這麼說 這是據消息人士的說法 第一身經歷 observation是這樣 是很可悲 但如果說回案件 其實有很多朋友 這一輪都有一些批評 因為大家其實都不能夠明白 三子 或者當初 如果大家記得 在雨傘運動發生之前 大家在說 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那個年代 我們有一些意向書去簽過 曾經那天有說過 如果你是最核心的 會留守的支持者 你是會願意去承擔這個認責 和是認罪不會抗辨的 這些所謂最核心的支持者 三子固然是 因為他們發起人 他們就有簽過這個承諾書 然後就有這樣說過 然後慢慢發展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這個公民抗命 戴耀廷也曾經說過這樣 去方法 用這個方法 就是以法達義的方法 去證明 我們為什麼要爭取新普選 是違法達義 違法達義 是最近這個法庭才這樣說 但是最近有很多朋友會質疑 因為大家知道 雖然剛剛第一堂過了的時候 還沒有表示認不認罪 因為在一個技術層面的 法律角度去說 究竟那個罪名 他現在政府提出的那個罪名 就是煽惑他人 煽惑罪 是否成立呢 是否違憲呢 有些很technical的 大家都在討論 但是在這件事提出之前 大家都很質疑三子 究竟為什麼你不認罪 為什麼你要抗辯 你又說承擔這個罪行 是公民抗命的必要環節 現在你是不是自己反口 看到形勢不同 我不是想借這個機會 去幫三子澄清 但是剛巧 戴維婷自己今天這篇文章 去說這件事 他說承擔罪責 不是任人宰割 他們想說的東西 究竟你認不認罪這件事 是你要看看那個罪 即他告你那項罪 本身是否合理 不是說阿豬阿狗 即告你任何事情 你都會認 舉個譬如 你純粹是隨地套壇 或隨地拋垃圾 但是他就抓你 告你去強姦 那你當然不會認 因為那件事真的相差很遠 你沒有犯過那個罪名 為什麼他會給你 就是為什麼你會用這個罪名去告你 所以這個是那個重點 究竟他不是傻仔 你看一下 究竟告你那個罪名 是否合理才對 所以基於這件事 為什麼他們到今天都沒有 去承擔那個刑責就是這樣 而大家如果繼續留意 那宗案件 其實他們現在告的那三條罪 是一些很不常用的 很少案例 很少案例 也很不常用的罪行 即告他們 剛才我說的 煽動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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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兩個雙倍的煽動 我都說不到 因為我完全不能夠理解 即是令到別人去煽動人 是的 然後那個理據就是 那煽動哪一個 那個他人 你要給一個證明出來 因為這個真的是被告的權力 現在就是那九字 被告的權力 究竟 當你說煽動他人 你都要看那個他人 是否真的受你煽動 然後他們會考慮作出 需要不需要傳召的那些人去上庭 去答辯 是有理據的 然後我想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不同的猜度 在星期二過堂的時候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控方是給不出理據 也給不出解釋的時候 將這件案再退後到明年一月再開審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留意 公民抗命者在做公民抗命的時候 是說過 現在Witch他們幾位都有實行的 他們沒有拒絕被捕 也沒有拒絕上庭 他們主動去接受這個審訊 所以並不是說 你告他什麼 你告他殺人 他都認什麼 那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那個罪名 我已經重複一次 那個罪名叫做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防擾 這個就是整個罪的名字 其中一條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防擾 是一個很technical的罪名 而且在最近 我沒有記錯 澳洲的一個案例 其實就說了 這個罪名是違憲的 當然technical的細節 我都不方便在那裡說 我都沒有這個知識 他這樣做 但我想希望有留意這宗案件 或者曾經很支持散運的朋友 不要這樣質疑他們的初衷 說公民抗命我就會認罪 我現在不認罪 或者未認罪 是不是就是質疑了 就是違背了我的初衷 是不是就是 我不去承擔我的 做過的事情 我想那件事 不是這樣理解 而是當中 大家要理解到 究竟其實政府 現在用什麼tactics 去對付 這一班所謂 在預算運動之中 又令到角色的朋友 甚至乎是沒有的 或者我不應該這樣說 因為那些案件現在正在審 是不是花了那麼多時間 想用什麼條例去告他們 想出這些事情 原來是沒有案例的支持 原來是不知道自己在告什麼 那這些種種tactics 究竟他們想帶來什麼的輿論 或者想把什麼的壓力 或者什麼的東西去加諸 在這些不同的被告上面 或者社運人士上面 大家需要想一下 還有其實如果大家都有參與過 或者有留意一些所謂法庭的新聞 你都會知道 香港這個普通法的制度 是很需要案例去作證 如果一條這麼少案例的罪狀 加諸在一些政治領袖 或者一些參與預算運動的人物身上 你會知道如果真的被他成功告入這一條 往後他可以繼續用這一條罪去控告 其他參與政治運動 民主運動的抗爭者 其實那個刑責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還有尤其是要辯論 或者聽到一些相反意見的人 就是很直接 他很明白 因為其實香港政府 或者建制陣營是很明白 香港人實在太忙了 每天要走很多地方 甚至乎打工已經接受上司的批評 已經是令到很累了 沒有時間再細心留意這些時政的新聞的時候 只會看到 總之戴耀廷現在就不認罪 他說公民抗命 他說和平占中 但現在就不認罪 其實去到這些時候 大家真的要有一個很清醒的頭腦 可以根據現在我們有的資訊 可以很清楚地 你就不是跟他拼 而是告訴他事實是 現在的控罪是有問題的 這個控罪除了影響大耀廷本人之外 或者現在案件裡面牽涉的九個當事人之外 也都牽涉將來這個案例會不會影響 未來民主運動的推進和參與的人 他們要面對那個刑責是越來越深 越來越強 越來越承擔不起的時候 會是對於民主運動有一個怎樣的打擊呢 大家真的要有一個很清醒的頭腦 可以告訴給一些持相反意見的人知道 起碼我們說的是一個事實 亦都是一個educated guess 就是我們知道了之後 推論出來的一種論調 而不是單純的 喂 因為我都是民主的支持者 所以我就支持大耀廷主 他現在做的事是對的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大家都要開始 由我們自己開始做一些有質素的討論 就不要輪落到 剛才都說的 何君堯啊 曾樹和這些 總之我不喜歡你 我不同意你的政治立場 甚至乎我不跟你搞港獨 我就要殺你了 還要殺無赦 不是只殺你這麼簡單 是殺無赦 因為其實那件事有些吊詭 就是如果你去報警 你說 喂 我現在很害怕 他說殺人 他恐嚇我 其實執法機構已經很快就說 他恐嚇你 那你就是搞港獨 那你就是違反基本法 其實某程度上 這一種 都是有一些 港獨陣營的朋友 有曾經這樣說過的 因為他說要殺港獨的人 你去報警 覺得人生生命受到威脅 那你不正自明自己是搞港獨 那會不會拘捕你呢 不知道了 但是都是那句 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好 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的討論質素 可以回歸回到一個 比較理性 比較講事實 擺道理的水平 就不要被這些建制陣營的小丑 傅振宗 何君堯之流 拉低去我們一種 一種這樣的 潑虎馬街的水平 我想很難避免的了 這幾年我都很明白 很多時候大家在立場先行 你是黃絲 你一不滿意反佔中 那你就不需要再聽她 任何的理據 不需要再聽她 任何背後支持的東西 其實很普遍的 這個現象形式 越來越變本加勒 越來加劇 你會見到最近 港獨的討論是這樣的 逢身港獨就不能說 你連討論 可不可以討論港獨 都不行 我現在不是真的搞港獨 我只是討論一下港獨 在一個學識的層面 他做這件事有什麼問題 你分不了什麼是討論 什麼是搞的 就是搞的時候 你在一個研討會 去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一定會在研討會完結之後 你難保有些人 由不支持變成支持 或者由支持變成不支持 你很難去說出到底 討論和推動是怎樣的 兩回事 而且 其中一個出路 為什麼不能去討論它 我到今天都不明白 討論這個議題有什麼問題 你已經定案了 如果你是法律說 你不能做什麼都不能做 譬如 你說同性戀婚姻是不合法的 你連討論這件事是否合法 都不能去討論 因為現在法例寫了給你聽 是不合法的 你一討論就等於搞 搞就是犯法 你說不通 這個道理 如果我說推廣一國一制 大家都應該跟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活方式 都不行 這種都是違法基本法 因為基本法第一條 第一條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一國兩制 忘記第二條 但它是要五十年之內 保有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五十年之前轉了 四十九年齡 十一個月 轉了一國一制 行不行 我簡直不會跟你說幾年 我說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是一國一制 這樣行不行 大家如果有看上星期日的城市論壇 就是有一些建制陣營的 譬如教聯會的代表 民建聯的代表 同一時間對面就是 學生的代表有張秀賢 也有教育大學 一個關注組的發言 的代表 其實大家聽到討論 針鋒相對 去到最後 其實建制的代表都說不出 到底什麼是 第一他分辨不到什麼是推動 什麼是討論 推動和討論之間的界線 在哪裡呢 他說不出的 第二 在那個城市論壇上面 不停都有一些語會的人 去質問他 我現在推廣或者推動 一國兩制裡面 基本法裡面其他 所相違背的理論 包括我現在要香港行一國一制 不要急了 最緊要快 下個星期就是一國一制 這樣行不行呢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很理解 就是這一種的對立呢 就是制度 我們關顧的制度 是不是所有違反 基本法的事情都不能討論 而對方呢 其實一直都只是 斟酌著你的立場 一種人質的方式 一種他們喜不喜歡 個人喜好或者政權喜好的方式 去針對那種言行 所以已經不是 我經常都說 不是單純你說的 那件事是 合法律框架之下 可以做的事 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管治風格 和價值觀 到底我們是不是要 這樣走去 那種所謂一國一制呢 那就是 一個社會上面的大辯論 我想大家要 要變聰明和變智能 我經常這樣說 你的討論是真的討論 不是立場才行